大家好 我们这支影片要来讲 第2个环流定理 就是Beaconess Circulation Theorem 我们在 面对地球大气的时候 关心的是相对环流的变化 就是我们站在地球表面上面 然后我们去测量的 或是我们想要计算的 都是相对环流的变化 这个绝对环流是等于 行星环流再加上相对环流 那我们想要算是C这个部分 CE这个 的定义是 因为地球自转产生的环流 那这个我们把它叫做行星环流 那我们这边 如果要算相对环流的话 我们就要先想办法 把行星环流 先解决掉 最后你把绝对环流 绝对环流的大小可以用 开尔文环流定理去估算 那所以我们只要把行星环流 也想办法 算出来的话 这两个相减 就可以求出相对环流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星环流 下面这里有一张示意图 就是地球的上半部 那这个 在这边是维度 在某个维度上面 有一些流体在这边旋转 那我们想要算它的 行星环流 所以就是这个 V1下标1表示是跟行星有关的 那个物理量 那这个大写的 大写的Omega 这是地球自转角速度 然后R是地球表面的这个点 一直到球星这边的方向向量 我们沿着这个A这个面积 在转的行星环流 就是地球自转的角速度 跟这个小R这个项量 QUASS起来 这个就是在这边转的小小的环流的大小 根据环流的定义呢 它是就是沿着这个有线面积 边缘的切线速度跟路径做环积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 Stock Theorem 把中间的这个部分写成等号 最右边的这个部分 那Stock Theorem的形式在这边 我写在右边这里 这个如果你忘记的话 再请你去复习维基分 应该是下学期的内容 那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行星环流 这中间这部分用Stock Theorem 把它写成是最右边的这个形式 那就变成你这边的公式里面 这个B向量就是我们这边的V1向量 那就变成是V1向量的Curl 那下面这张图片 我们就会把这个V1等于 Omega X R 这个放到上面这个公式 上面这个V1里面 所以最上面这里是行星环流 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把 V1等于Omega X R会放进去 所以现在把上面的括号的 拿到这边来 这个V1的Curl V1在这边 所以变成是Omega X R 然后外面在一个Curl 那这个东西 小R我可以把它改成大写的R 大写的R画在这个图上 就是它是旋转半径 就是垂直于这个自转轴的旋转半径 那它们是这样子括起来 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 所以是可以自相等的 这三个东西括起来的 可以再把它进一步的展开 那这个展开有一个公式 就是向量分析里面会推导的 那详细的推导过程 我们就不在这边讲了 大家自己去复习就好 我把公式直接抄在这边 所以你有AB两个项这样括起来 然后外面在取它的Curl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展开来 变成有四个项 那我们现在直接套这个公式 所以你的大Omega就是A 然后你的大R就是B 这样就把它抄进去 就变成第二排的这个东西 那第二排这东西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整理一下 那这个大R是位置向量 它写起来应该会是XYZ 这样子 那你把它取gradient的时候 它其实就等于3 就是三个方向的单位向量 然后取它的距离的意思 再把它加起来就是3 所以这个底线画一条线底线 这个这一项呢 整理过之后会变成3Omega 然后第三项这里有画两条底线的这一项 这一项整理好之后 其实就只剩下Omega还是一个向量 然后第二项跟第四项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一个是负的一个是正的 它们两个会消掉 那所以最后这个行星环流的这个部分 会变成是2Omega 就上面那个公式括号里面这里 最后你就可以把它改写成2Omega 上面这里2Omega.n 这里就可以改写成2Omega.n Omega向量这里呢 这是地球自转角速度的向量 我可以把它平移过来到这个 环流的中心这边 那你跟N hat Dot起来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取跟这个N hat平行的分量 所以跟N hat平行的Omega的分量 就是这个Omega sin phi 那所以这里就可以把它改写成是2Omega sin phi 然后这个刚好就是我们第二章有定义过的 那个科室参数F 那所以如果我们到时候把这个A去极限 这个面积去趋近于0的极限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行星环流呢 就相当于是行星窝度了 那也就是科室参数这个F 那所以刚刚那个行星环流的式子呢 我们来做进一步的改写 就是这个C1会等于2Omega sin phi 乘以面积A 就是你这边做了面积分之后 你会要乘一个面积A 那A的话就是你在地球某一个维度 这个圈圈这个表面 但是你把它投影到赤道的这个平面上的时候 投影在底下的平面的这个是A1 就是你把A乘以sin phi的时候 就是投影下来的面积就是A1了 所以2Omega sin phi A的 sin phi A呢 就会可以改写成A1 那我们刚刚有讲说 你把绝对环流 减掉这个行星环流之后 就是相对环流 所以现在C A是绝对环流 那C1的话会变成2Omega A1在这边 那我们就把它对时间做权为分 上面这个式子对时间做权为分 就是相对环流的变化 所以这个C相对环流属于时间的变化 就相当于是你绝对环流对时间的变化 那绝对环流对时间的变化 就是前一节派文环流定理告诉你的 这是斜加力管向 Solinoidal term 那减掉第二部分这个行星环流的部分 行星环流是2Omega 然后你现在要记得A1要对时间做权为分展变 所以这个框起来最后这个式子 就是Biaconus Acceleration Theorem的数学形式 那用文字来描述它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大气是镇压大气的话 前一支影片有讲说斜加力管向会是0 那我就可以把上面这个式子积分一段时间以后 譬如说从1到2这段时间 那你就可以有环流的变化 就是这个-2Omega 然后这个A1随着时间的变化 所以是A乘以sin5 那时间2减掉时间1的部分 这样子想减 那你从这边就可以想一下它的背后的物理意义 就是你这个相对环流的改变呢 跟你环流圈起来的面积 就是你现在这个括号里面 你可以A1 A2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你的φ1 φ2 你的环流的维度不要改变 但是你如果A1 A2有变化 是不一样的话 就是环流圈起来面积有变化的时候 相对环流就会改变 或者是面积不变 但是纬度有改变 就是φ1 φ2是不一样的数字 那就是纬度有变化 所以你要造成相对环流变化 你可以是环流圈起来面积改变 也可以是你这个环流 南北方向上移动位置 好那最后有一个范例 是去计算因为纬度改变造成的环流改变 那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半径是100公里的 圆形的流长 现在简化一下问题 就规定它必须要是圆形的 然后原本位在赤道上 那在赤道上的时候是禁止的 所以表示你的环流在第一个位置上 赤道上C1的地方是0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环流呢 沿着等压面移动到北极 也就是移动到90度的地方 那我们假设它的半径还是不变 依然是100公里 所以这边要做的假设就是 环流圈起来面积那个A是不变的 那我们去算环流 北移以后的切线速度变了多少 那那个K套前面那个式子 所以C2-C1 会等于-2ω 那你这边是πR平方是面积 这个R就是100公里 第二个位置是在北纬90度的地方 所以这边是sin90度 第一个位置是在赤道上 所以是sin0度 sin0度 sin0度就是0 然后sin90度是1 所以你只会剩下-2ωπR平方 那R是100公里 所以你就把它套进去 最后你可以算出来 移到北极之后的环流的大小是-4.58 乘以10的6次方 米平方每秒这样子 那这个负值呢 表示它是顺中向旋转的环流 移动到北极之后是顺时针转的 度质的绝对值越大 表示它转的越快 那绝对值越小 表示它转的越慢 正负号只是表示转的方向不一样而已 这个是环流 那切线速度的话就是 环流出一路径 就是你这个圆形流长的边缘的路径的长度 所以是2πR 你就把它处理一下 就知道是切线速度是7mps 那负值的样子是表示它是顺时中转的